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初件配饰系列 四月耳环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极细雷丝线 搭配24K包金材质配件及进口米珠 让简单的小花也能呈现精致又灵动的气质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 购买原版材料包可在淘宝搜索店铺 恭喜手工实验室 或店铺号99350333直达店铺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新浪微博 单只耳环由六朵小花组成 勾制方法都是一样的 环形起针法起针之后 逆时针螺旋向外勾制四圈 使用到的针法只有短针和短针加针 接下来我们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一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针针 针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拉出 再次绕线 拉出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短针 勾针穿过线圈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这个短针上方 V字形的两根辫子上 放一个记号 这里我用同时来做标记 大家也可以用其他较为细的别针等 来做标记 注意是同时穿过 针目上方的两根辫子 接着继续勾短针 第一圈一共是六个短针 全部完成后 可以从上方看一下 遮目 一共是六个这样 V字形的遮目 接着放开勾针 我们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直接将线头拉紧 就可以了 勾针重新挂好线 接着开始第二圈 勾针穿过之前我们做好标记的 第一个短针针目 这里可以先将记号取下 注意将起针的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一起收进去 接着勾短针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仍然放记号 标记开始时的位置 因为是螺旋形向外勾子 所以每一圈不需要引拔 也没有起力针 接着在同一个针目内 也就是第一圈的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内 再勾一个短针 勾的同时 当然注意要将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上方 这样相当于完成了一个短针加针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针目内 完成一个短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是 每隔一个短针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九个短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最后一针 接着开始第三圈 在开始时记号的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内 勾一个短针 起针的线头因为已经收了一圈 接下来可以不用管它 勾好第三圈第一个短针后 同样转移记号标记的位置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 在第三个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第三圈的编织规律是 每隔两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十二针 这里已经勾一个短针 勾好了第三圈 勾的同时 织物会向内翻转 我们可以将它向外调整一下 接着开始进行第四圈 也就是最后一圈 第四圈的编织规律很简单 在上一圈的每一个短针 针目上 不加不减的勾一个短针 完成之后同样是十二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十二针 接着我们再勾两个引拔针 过程绕线直接拉出 这是为了让结束的位置 不会那么明显 接着预留一小段线头 断线 接下来我们收一下线头 大家可以用针穿线来收 也可以像这样 用勾针在织物的纹理中 将线头收几针 来回收几针之后 最后将线头留在 起针时的中心点的位置 接着修剪多余的线头 结束时的线头修剪时 留一两毫米左右 之后我们在固定花托时 可以将它一起粘住 接下来取出花托 用胶水 在花朵的中心点涂抹 接着将花托 直接固定上去 注意 中间的孔的位置要对齐 接着取出花枝的用线 先穿上一颗 同色系的米珠 接着将线头打结 一共打两个结 注意第二个结 要打在第一个结上 这样米珠才不会松脱 接着将顶端修剪 再剪下10公分左右的一段 用勾针从花朵的中心点外侧 穿入 将制作好的花枝 从中心点拉出 这样一个花朵就制作完成 制作好其余的四朵之后 我们要将这五朵花固定在一起 取出一个收尾扣 将花枝的线从下往上穿过 全部穿好后 调整一下花朵的位置 将花枝的线捋顺之后 我们在花枝上翻 三公分左右的位置 将它们一起打一个结 这个长度 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 结打好之后 看一下花朵的位置 这时候还可以 稍微进行微调 全部调整好 就拉紧这个结 接着将多余的线头剪断 用胶水在剪断的部分涂抹 防止松脱 接着将收尾扣 扣好 压紧 接着我们来固定耳钉部分的花朵 接着我们来固定耳钉部分的花朵 在耳钉上涂上涂上浇上浇水 将花朵直接固定在耳钉上 耳钉的钉从花朵中心穿出 取出一根米珠 用浇水固定在花朵的内部的中心 最后我们将花朵固定在耳钉上 取下耳钉 用钳子和开口圈辅助工具 打开一个4毫米的开口圈 将这个开口圈固定在耳钉上 注意 因为耳钉较薄 如果开口圈的开口没有固定的非常紧密 会容易丢失 接着取出另一个开口圈 固定在收尾扣上同时 跟耳朵上的开口圈连接 这样配件就安装好了 这样配件就安装好了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造成 就拿起手机上码关注我们吧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